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愿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谢谢你 帮助我们 经历上帝你的丰富 求主祝福 让我们透过以利护 透过月薄记 我们真实的听见 你的作为 要展现在我们生命中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今天是2月10号 今天的经段是 月薄记36章26节到37章 上帝为大 我们不能全知 祂的年岁不能测度 祂吸取水点 这水点从云雾中就变成雨 云彩将雨落下 佩然降雨使人 谁能明白云彩如何铺张 和上帝行宫的雷声呢 祂将亮光普照在自己的视围 祂又遮附海底 祂用这些审判众民 且是丰富的粮食 祂以电光遮守 命闪电击中敌人 所发的雷声显明祂的作为 又向深处指明要起暴风 因此我心战精 从原处移动 听阿 上帝轰轰的声音 是祂口中所发的响声 祂发响声正遍天下 发电光闪到地极 随后人听见有雷声 轰轰大发威严 雷电接连不断 上帝发出奇妙的雷声 祂行大事我们不能测透 祂对雪说要降在地上 对大雨和暴雨 也是这样说 祂封住个人的手 叫所造的万人 都晓得祂的作为 百受进入穴中 卧在洞内 暴风出于南宫 寒冷出于北方 上帝虚气成冰 宽阔之水也都凝结 祂使密云甚满水气 不闪电光之云 这云是借着祂的指引 行游行宣传 得以在全地面上 行祂一切所吩咐的 或为责罚或为润地 或为施行慈爱 约伯阿尼要留心听 要站立思想上帝奇妙的作为 上帝如何吩咐这些 如何使云中的电光照耀 你知道吗 云彩如何浮在空中 纳之是全辈者奇妙的作为 你知道吗 南地使地极尽 你的衣服就如火热 你知道吗 你岂能与上帝同铺穷仓吗 这穷仓坚硬如同铸成的镜子 我们愚昧不能承说 请你指教我们 该对他说什么话 人岂可说 我愿与他说话 岂有人自愿灭亡吗 现在有云遮蔽 人不得见穷仓的光亮 但风吹过 天又发晴 金光出于北方 在上帝那里 有可怕的威严 论到全能者 我们不能测度 他大有能力 有公平和大义 必不苦待人 所以人敬畏他 凡是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 他都不顾念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听到的 这一段话 正是以利物最后的一段话 这段话其实它是论及上帝 生命当中的作为 而上帝生命当中的作为 是我们可以就在我们生命的周遭当中 就可以经历得到 而这些作为 其实正是以利物在宣告 并且在让约伯记 约伯更深的明白 事实上也是让我们更深明白 上帝的作为 其实他并不奇怪 他正显在我们生命中 同时当上帝显出他的作为的时候 他是让所有人都共同的经历 例如说我们可以在这里 去共同经历春夏秋冬 而经历春天的时候 在冬天寒冷的时候 我们可以经历到下雨 像冰一样落到我们生命里面 甚至会让我们冰得像冰棒一样 但是当春风一来 南方的风一来 它带来的水气 带来的热气 我们那时候就会把衣服给脱掉 因为我们再也穿不住 因为热 这些其实都是上帝的作为 上帝展现了这创造宇宙万物的 这所有一切 并且让我们真实的 在这里去体验跟感受 从空气 从风 从水 从雨水 从太阳 这些事情就可以轻易的 让我们感受到 上帝的作为 丝毫没有离开我们很远 而以利护最后用上帝的作为 来表达要对 约伯所说的最后这段话 事实上刚刚好就接着 从后面我们如果 有读过就知道 接着38章 就是上帝亲自来回答约伯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证构成了一幅画 同时也构成了 是的 以利护虽然潜越 他潜越了上帝的权要来审判 要来告诉约伯说 你所说的刚刚好造成你的悖逆 但是这是以利护的潜越 事实上人没有办法代替上帝说话 人所能做的 其实都只有去爱而已 我们活在这世上 能够感受到的 其实是上帝的作为 无所不在 当我们经历 并且如此见证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知道 那位无所不在的上帝 他怎样在我们生命中产生影响 愿这位无所不在的上帝 在我们生命中所造成的各样的美善 都可以在我们生命中被张扬出来 并且让我们透过这样去向他献上感谢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谢谢你让我们经历你的爱 求主与我们同在 并且让我们知道 你是那位无所不在的神 与我们同在 并且建朝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以敬畏的心向你献上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